每日经济新闻消息 3月28日 职业龙头陈明职业发布2019年报 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303.95亿元 较上年增长5.26%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则同比下降34% 在融资租赁业务上 陈明职业2019年实现净回收59亿元 规模降至136亿元 较2018年初峰值降低了近200亿元 对此 陈明职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融资租赁业务规模和收入在整个集团中的占比持续降低 经营风险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020年还将继续压缩规模 严控风险 提升资产质量